好,那全部都拆完以后 这是在Map Channel 2 就是通道2全部拆完以后 全部pack一次 它会整理回到这个区域 然后 这边我们就要开始来整理一下 这里面是空的 这里是空的 那空的地方呢 就把物件塞进去 所以选UV 然后能够塞得进去就通通放进去 尽可能呢 因为我们要用最大的 使用空间 然后 这个反正要花一点时间 把 你觉得它看起来应该是同一组 通通摆过来 这个应该不是这边的 这个应该是另一组 应该是 这个算是一组 跟这个 比较像是同一组 那 不过是不是完完全全 全部同一组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基本上就是 不要留 空隙 尽可能填满 有洞的地方都要把它塞满 这个塞着不错 那应该还有一片一样的东西在哪里 因为 通常有一个那个结构 应该就会有一个 同样的结构在附近 这里是个洞 这个不是洞 你滑鼠一到上面 它如果变成 奇怪的黄色 那就是表示 那里是个 没有UV的空间 可以塞东西 这个不适合 那这堆小圈圈 小圈圈 看有没有圈圈 没有了 那一堆算一组拍 然后 这也是我之前没有 如果你有先做PAC这种动作的话 像这些都知道它是什么 而且 真的要省空间就要这样处理 真的要省的话 好 就是 我就是要省到极致 那就可以开始做这种 七角拼盘的处理 好 当然多少要花一点 时间是跑不掉的 能够拉正就拉正 这组也进来这边 同样的放一起 我知道这是路灯的 好 那 那 这里面还有空间 所以我再拉一些进去放 这是另一个路灯的结构 要塞在哪里 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空间 所以 也不见得要塞得这么紧绷 是不是要塞得如此紧致 就是要看要不要这样子 这么轻 这个应该是另一个路牌 所以路牌跟路牌放一起 这其实不需要硬轻到那么夸张 但是这样已经可以比较省 所以 这样拍就好了 好 待会再找地方塞 嗯 这里面还可以塞一块空间 这块 哇塞不下 这里不行 靠边一点点 靠边一点点 嗯 基本上我大概要留 有4到6个pixel 但是 因为我最后要用 4096的贴图 我打算用4096 所以这里其实 2048或4096 所以这个距离已经超过4到6的pixel 就可以塞了 然后这块 然后这块就是那个 那块出问题的那一块 有没有一块三角形在那里 那个就是有出了蛮大状况的那一块东西 然后这些长条的请你把它集中管理 塞得进去就转角度排进来 我们不希望你的最后的UV上面有一个很诡异的 就是空白的地方 都不要留太大空白的地方 因为塞得越紧密是越好的状况 只是塞得很紧密会很耗时间 就是这样 看一下这一排 塞得下 还有没有 这里 这个 这边塞得下 那当然是同样的东西最好放在一起 也是比较好的 这个的话就是你要在猜UV的时候 就要先做好准备 就猜的时间点就已经先整理了 先丢旁边 干扰我的操作 没关系 有一点点 对不到 没影响 这块很讨厌 那个多的那个很讨厌 这一个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塞 没有那么小 这一个 这块就是很讨厌的 先塞在这 刚才没有调纹 刚才没有调纹 这一个 转 这一个对过来 这种整理是最好做一下 刚才没有调纹 这里 这一个 转 这一个对过来 这种整理是最好做一下 然后就开始塞 塞得进去的 塞得进去的 不太行 换边 这边 这里可以 好 那把这边排一下 这一堆 我们真的弄了很多这种东西 所以 它就是很占空间 你知道 排一排 好 那你应该也会发现到我是想办法把它凑成 呃 接近方的样子去 呃 不过这其实可以塞空气 这三颗其实可以塞空气 不过 我希望干脆把它们放在一起 所以做这个 做一次group 然后这里面要做group 这一个 这一边 已经排好的 就是我已经塞空气塞了 就group了起来 然后这里塞空气了 group了起来 ok 那 再全部选起来 再排一次 ok 好 那这样就是最后的状态 看还有没有动 好 这里就是 你现在看到这就是浪费掉的 这种地方 事实上你应该有发现就是我其实可以 像这两块是不是 应该 然后还 搞不好还镜像 欸好像转不过来 没办 这只能这样排 呃 有没有别的长相可以对点 没 还真的没得对 ok 没得对就算 好 那就是这一个 那就这样决定了以后 这个可以离开 来 全部拆完了 UV2 全部拆完了 进入rendering Render to texture 这是 就是 我们的关键步骤 第一个是切到这里 选abander 放弃 好 然后全部拆完 排好的 下一个关键步骤 又会跑到 Render to texture 那这边呢 你就不要选任何物件 使用已经有的channel uv channel2 这里 第二个关键步骤 已经有map channel map channel2 就是新的这一个 然后呢 呃我这个没有normal 所以我只需要算diffuse 好 那存档位置 找一下 找一下 呃在 存在这里 好 嗯 diffuse apg就好 save ok 那尺寸我要用很大 齿寸要很大 那这个现在没得选 因为 他没有材质球 他现在没有材质球 所以这一个没办法选 他会有错误讯息 再管他 4096 其实应该2048就够用 4096 4096 4096 back material 就维持这个选项 好 我不希望把原本的盖掉 他没有原本 就这样 然后就可以按下Render 好 那他会跟你说 找不到diffuse map 这没关系 因为我们就是要取图出来而已 好 那算完 好 好 算完以后 我建议这一个档案 一样再存一次档案 就是这个是已经拆好了 也在整理好了 那我还要 我这个UV要留着 所以我还是save 好 再存一次 然后 save us 再来一个 诶 刚刚是存到autobag去的 是不是 对 存到autobag save us 应该是存这一个 再存一个 save us 第五个 就是最终 就是最终 好 贴图已经算完了 然后他现在要用的是UV channel 2 可是我模型上下有两个UV 我现在要回去了 我要回去了 我要回到UV channel 1 好 二楼弄好了 然后我要把二楼的整个格局模式套到一楼 就是channel 2套回一楼 所以降下去 move 搬过去 第一次选abandon 第二次选move 好 然后你会发现他贴图全乱 他贴图全乱 因为他现在还在用旧的材质球 打开材质编辑器 开第三个view 拉一个standard diffuse bmap 去找我们算出去的那一张 不在这里 这个资料夹 这一张 这张 然后showmap 换这个材质给他 就是换这一颗材质球 指定过去 好 回复了 现在这个模型上面就是单一贴图 好 单一贴图 新的 这个是计算过来的 4096的 那有点糊 应该是这个问题 全部切到2048 ok 好 那这上面贴了一张4096 的这张图 那这个可以 可以clubs all 这时候可以 好 这时候才可以 那我刚才坏掉那个地方 现在也可以整理 就记得 preserve UV打开这个地方 就 还是可以整理了 好 这个 可能要来检查一下这个地方 好 那 等一下 ok 那所以 最终是不是得到这一个 得到这一个以后 再开始猜 我的零组件 这样是一组 好 这个是一组嘛 就是我这一面要复制用的 所以这一个detach 你要不要命名 就看你自己的工作习惯了 那这又是一组 好 诶 诶 这里的中间柱怎么不见 诶 刚刚没有猜到这个吗 检查一下 果然 这个没猜到 刚刚露 这个没有猜到 这一只 还有这里 这几个 呃 应该是被我隐藏还是怎样 漏拆了这几个 不过没影响 因为 我还有 我有猜到这一只 这一根在 这个 那detach出来 这两根拆掉 丢掉没关系 这个 漏拆的 不影响 这里 也是漏的 不影响 原因是这里都有猜 这根柱子也还在 这根柱子也还在 那我都可以 回复回来 这个应该跟上面一起 这是整套零组件 所以这一组可以算一组 然后这个算一整组 也就是说 全部UV重整完以后 你回来的时候 这边回来要开始 再把它分解成零组件 因为 当我分解成零组件以后 现在就可以又可以用 我先把这个复原回来 这一根 这个地方 回到 复件的中心为中心 按住Shift 复制 OK 好 那 这个知道怎么复制 再复制一个 OK 旋转 物件中心为中心 转90度 有没有歪掉 没有 没歪掉就好 那这里再把这一个柱子 自己再做出来而已 差别只在这里 你有猜 或没有猜 它其实根本没有太大的影响 移动 锁点 锁到 attach 好 这个跟之前的操作都一样 tach 然后再选起来 wild 焊点 悬面 清除平滑群组 就记得 焊完点那平滑群组会有点怪异 所以这里要做一次autosmooth 好 整理一下 所以这根又好了 又可以 再锁点 这个点比较好抓 OK 好 这根柱子回来了 那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其实这些结构都出来以后 我剩下都可以做 之前的一样的操作 我需要复制这个 墙往上 现在都可以开始做这个操作 锁点 按住shift往上拖 吸到 没吸到 吸歪了 再来一次 Lock住 按着shift 拖上来 你要确定吸到对的位置以后 就可以做复制 有偏调 好吧 嗯 锁定有开 锁点有开 为什么选不到它 Lock也没开 它乱掉了吗 诶 锁定真的不见了 嗯 嗯 好 嗯 奇怪 诶 为什么现在锁定失效 3D Snap 没错 嗯 锁Vertex 没错 可是我的锁定不出来 嗯 可能要重开Max 对 应该是要重开Max 因为我操作太久 好 那 概念就是这样子 其实主要的概念是前面那个UV那边的步骤 那个三个结构 三个过程 那后面以后就是 就是 当你回到这个状态以后 像这个 这个是那个 等一下另外拆 等一下另外拆一组 你也做同样的事情 那这些结构呢 就要开始一个一个把它分解掉 分解成 像这一个加这个是 呃 因为上面也是个洞 所以 应该说这里跟这里算一组 Detach 好 然后门是 每一个门是一个零件 好 那这个 一楼的柱子 应该全部都一样 所以我就把一楼的柱子 一直包含到这里 其实可以到这里 这个算一组 然后转角 诶 锁定又出现了 刚刚 嗯 事实上这一个应该可以跟 跟这个一起 其实这应该可以算成一个 比较好搬 对 好 所以 如果这两个算一起 这个可以跟 这个 Tach在一起 这样比较好拆 处理 好 那最后的 这还要继续拆 路灯 是一个 单独物件 这比较简单 Detach 又跑哪去 好 路灯 那这些 标示牌 好 然后这个 好 然后这个 好 那但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有些东西 还要人工做一些处理 例如 这个的Pivot 因为它会跑到这个物件那里 像这种要人工修回来 人工修回来 放在它的正下方 好 但有没有很准 其实无所谓 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差不多 差不多就可以了 差不多 有 对到就差不多 可以用 像这样 好 好 那这个每一个单独还要做一次 reset x phone 因为最终我要排列的时候 还是要处理一下 好 好 继续把它分解 好 最终这些东西 请你全部 一面墙 一面墙 归一面墙 就要分开 那这个应该 这个已经跟楼下 这一层楼地板 不要 最好是分开 因为如果你要组 比较特别的结构 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需求 这个可以算一组 好 那这个还要复制一个过来 可以 还有什么没猜到 诶 这里 呃 这一个加这个 然后往上看 好 一样 呃上到这边 诶 漏了 嗯 嗯 诶 看一下 这块已经分掉 ok 剩下这一个 好 拆完 那 好 回来 移动 锁点 锁定打开 移动指令 诶 锁定出来了 那应该这样可以锁回去了 嗯 这个点都锁不到 诶 只有这个点锁不到 诶 这边都锁不到 嗯 子弄到了 写 与 喔 请看 的那个锁点的出现 那这样会造成 只有这个物件有 那这一排都没东西 虽然我抓到它 可是它不会锁定 还会乱飞 好 那我从先存档 这样已经全部 呃就是除了 这个还没有再算一次 这个还要再做一次 呃 UV1到UV2拆UV 然后再降回UV1 Render to Texture再降回UV1 好 然后 呃 Alpha那边 要再做一次 同样的事情 就是你要把Alpha 拿去材质球 换掉 Diffuse 交换位置 再算一次 那两张图 就是这个要做两次 Render to Texture 你才能把Alpha也换 算出来 好 那我先把它存档 然后关面也是重开 因为看样子锁不到是错的 看样子锁不到是错的 对